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再借这么一个平台代表维吾尔人 代表东土厥斯坦 两千万发不出声音来的维吾尔人说几句话 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愿 当然今天的题目呢是台湾大选 我总喜欢是闹自己家的事 办行嘛 但台湾大选既然是题目也讲两句 台湾呢 给我给的是一个希望 很多朋友都说伊利亚底维吾尔人太弱了 中国共产党这么强大 你们独立没希望 放弃吧 意思就是我们拍拍你肩膀 你也拍拍我们肩膀 说个谢谢就行了 咱们大家能让你一些就可以了 但我始终相信只要有理想就能够成功 台湾能走到民主化 然后呢 从这个民主化走到一定的成熟 像是上午的陈伯空先生讲的一样 我们比较 我也喜欢比较东南亚的 台湾的 相对来说是非常成熟的现在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说本土意识的兴起 以及呢 它能够成为一种 现在的呢 在台湾上的可以发出声音的 可能不是主流吧 但也不是偏流 这么一个形成的过程呢 就是人们在改变的过程 那么这一能够形成 说明民主还是有用的 那么台湾人能够可以发出他们的声音了 也就是说本土的意识 这一国民党选胜 选败 我记得大概是2008年吧 有一次在法拉盛也开过一次 有关台湾的这么一个会议 我当时我的回答可能有些人觉得不是很好听 我说我是歌安官伙 赢啊 输啊 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特别是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在统治 我们东土杰斯坦的时候 他也屠杀了不少人 包括盛世财这个屠夫呢 在台湾的时候 包括一些国民党人要求在台湾审判他 因为他也把国民党人也杀了 但是蒋介石说他为中国保留了六分之一的土地 他的功劳远大于他的罪过所以就把他 最后也就是说没有算这笔账 所以国民党政府如果说他还认为他是中华民国的话 欠为往人一个道歉 至少 至少 咱们讲完台湾的问题 那我就讲一点东土杰斯坦 因为这个和台湾也有关系 现在台湾的这种本土意识的兴起 和共产党的政策是有必然联系的 包括香港的这种 现在的这种本土意识的兴起也和这个有关 维吾尔人当然在过去上个世纪我们建立了两次共和国 33年的东土杰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44年的东土杰斯坦共和国 那么我们一直是希望独立 因为我们在文化上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我刚才开玩笑说有人说我们是兄弟 我老爱说那个话 如果说我和一个别人说兄弟的话 要么是我妈有问题 要么是你妈有问题 我们俩长相这么大的差别 怎么可能是兄弟呢 我们是平等的朋友 我有很多很多汉族朋友 我愿意做朋友 我也很尊重我的这些朋友在座的 但是呢 我愿意做朋友 但不想做兄弟 就是说 这是一个开玩笑 那么东土杰斯坦呢 所以维吾尔人也好 当地的土著民族呢 包括其他的也都是要求独立的 这个在44年的独立运动中已经表现出来了 在44年的独立运动中 有西波骑兵连 有蒙古骑兵团 在东土杰斯坦共和国的下属 还有回民骑兵团 就是说 各个民族都是联合起来的 还有一点 很多人说 当时的维吾尔人杀了很多的汉人 在伊里呢 当时政权 共产党呢 到最后把维吾尔人里头一部分一些 报对中国 对共产党 报希望的人呢 也都推到了我们这边 这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是 伊里哈曼托赫蒂老师 大家都知道 他是我北往人的民族英雄 我很崇拜他 他一直提出来的什么呢 比达赫赫蒂老师还先进 他说 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想法全部 你只兑现你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里头承诺的 就这点他说不一样 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今天还说共产党是最大的民族分裂分子 因为什么呢 同样话 汉人说了最多两年三年 但是伊里哈曼一说呢 无期徒刑 就是跟维族人的待遇呢 是完全不一样 我个人的观念一直认为 共产党在我们那儿实行的是占领政策 根本就不是他所谓的什么 中国的一部分等等 在这里头呢 还有一个问题 很多朋友 今天也有人在问 这个恐怖的问题 每一个民族 就像刚才这个藏人讲的一样 都有各种不一样的人 各种思想的 有能够接受和平对话的 也有一些呢 要采取极端的 但是在维吾尔人这一面呢 发生的这些事情 我们大多数都搞不清 共产党只是一面之词 很多人说在新疆 或者东土杰斯坦我们的说法 你们滥杀无辜 但是这里都有一个和台湾非常相近的一点 刚才有一位老先生讲到上午 台湾当地的本地人在招工的时候 他报纸上写 不是台湾省级 莫问 我们是维吾尔人是东土杰斯坦的土著民族 现在是汉人政权过来以后 他说少数民族不要 你是外省人到台湾 台湾人排斥你 好像还能理解一点 我是那块的人 你现在不要我 我去哪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维吾尔人有一部分人走极端 可能 而且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 我是赞成独立的 做朋友 独立以后 就像那个藏人讲的一样 我们在过去 我也不否认汉朝的时候 中国在建立过西伊多河府汉朝 和中国这个名词 还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 那么 在这个之前呢 应该说维吾尔人 东土杰斯坦 土著民族 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 为什么我们不能独立以后 大家做成朋友 我们再继续起这个作用呢 大家双赢啊 是吧 所以 这个 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希望大家都能够换位进行思考 也换位呢 想一想维吾尔人的处境 然后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比如说就上个星期 南方航空公司 有一个维吾尔飞行员 这个飞行员在广州 他到机场以后呢 出来的时候 就飞行员呢 他把飞机架过来了 飞过来了 把他拉到派出所 那个机场公安 审问了将近一个小时 极其侮辱性的 他拍了照 现在放到YouTube了 那么一下子 那么一下子引起很大的风筝 包括很多的在中国的观众看到以后发表意见 在这个之前呢 一个月以前 还有一个叫库尔巴尔江三脉体的 这个呢 现在满世界跑 再说共产党的民族团结好 这小子飞回去在北京机场 他也被拉出去进去 狗腿子也没放过 他也是一样被审问了半个多小时 那个照片排出来 说他不卑不亢 你还能 不卑不亢吗 你还能干什么 这种侮辱 这种歧视 这种排斥 应该说是一种殖民政策 殖民心理 他把维吾尔人整个当敌人看 不光是维吾尔人 很多汉人也抱怨 只要他的身份证写在新疆 完了 他连宾馆都住不了 那么所以 咱们 题目 台湾 回到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没有 想过要和汉人做敌人 或者要和中国做敌人 我们愿意做朋友 过去我们曾经做过朋友 进行过文化交流 互相都有过影响 为什么 我们不能够在以后呢 建立同样的一种友谊的关系 一种平等的关系 就像韦石老师讲的一样 大家互相尊重 至于现在的共产党 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这是铁碗一块 好像一点变化都没有 所以很多维吾尔朋友问我 你每次去纽约啊 去那儿参加汉人的会议 有啥用 他们能听你的吗 能给我们民主独立吗 我说可能不会 他们也不一定给 但是中国实现了民主 我至少可以 这个讲台搬到北京去讲 我可以搬到乌鲁齐讲 现在我在北京不说北京吧 在乌鲁齐说个东土厥斯坦 还得在我家地窖里说 我刚开始我就进监狱了 所以我还是赞成这种对话 然后实现民主就像台湾一样 选出这种让老百姓自己做主 当民做主的时候 我相信官员就在听 然后呢老百姓也是可以改变的 中国的状况 张经女士上午讲的时候 我想到了另一件事 正好插进来补充 作为一个证据张经女士的 我去台湾两年以前 我说我最后有一个那个 什么科技大学的老师石坚玉 他说伊丽夏婷你想去哪 我说我想去故宫看看 那地方有国民党带过来的 很多的我们东土厥斯坦的东西 结果我们到故宫 一进去人山人海 然后进到故宫里面以后呢 有很多小女孩拿这个牌子 听小声讲话 只要有人声音烧给大家 我进去我想好好地看看 你想故宫 博物馆 博物院这样的东西 你需要静静地慢慢地去欣赏 结果我是被人流推进 从这个门推到那个门 然后又推到那个门 最后我给使建议说 我说你们已经被大陆侵占了 连故宫博物院我都不能安心地看 我说算了不看了我就走掉了 因为你进了一个故宫 那是一个文化沉淀的地方 那里面的那个文化氛围 你都感觉不到你还有啥 对吧 所以这种张静女士上我讲的这个东西呢 是实在的 我是从我的那个经验看的 那么所以我们需要开这样的会 启发 进行交流 然后呢大家都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 最后呢达到双眼 我对最后的希望呢 还是非常坚定的信念 我相信我们能够找出一条路子来 不管它是哪一种 韦诗老师说的高度联邦 或者是其他的 我说的独立 做朋友 或者是像俄罗斯的独联体 都可以 需要我们去对话 去理解 然后最后呢找到出路 谢谢大家 这个刚才伊丽夏提讲的非常好 这些年呢 我觉得在民营圈里面 或者是在海外豪人里面 经常一涉及到这个 其他民族族群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争论非常的激烈 争论激烈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说到反共的时候 大家没什么意见 说我们都反共 但是呢 我们需要一个 统一的 就是大一统的中国 觉得好像 你自由民主了 实现现任何民主法治了 你这国家大一点不是好吗 中国那个版图越大越好吗 那我说你要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什么时代呢 那元朝呢 还是什么时候 哪个朝代呢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 如果没有自由的话 你国土再大 奴役百姓 那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一种灾难 对吧 如果要是讲 是一个松散的 自治的联邦 或者一个邦联 那可能就是说 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所以说 我们这个08宪章 以及后来很多的这个 自由主义知分子的表述里面 都非常清楚的强调 就是说民族自治 民族的这种独立的 自决权利 是不能放弃的 所以这点呢 我想 无论是这个 江独 藏独 台独 都没有问题 这点我想大家 这个应该达成一个 基本的共识 然后呢 对这个 这些少数族群的这种历史呢 也是不了解 因为过去呢 几十年里边 中国搞了洗脑教育 大量的历史书 都进行了篡改